都说欢乐松二是一部纯纯的赵梦亮剧 但是小伙伴们看完了今天这两集会不会发现 其实他除了能带给咱职场攻略姐妹情深之外 还是妥妥的一部乡亲宝典呀 就说关关书展这面吃饭 按照一曲萧萧作陪的那场戏吧 导演居然能让原本对书展并没有什么恶意的我们 通过几个英文单词和实材词语 就对他装十三的行为厌恶到极点 演员们之间对此走戏是很重要的环节 而这也是导演最容易产生灵感的时间 估计书展如果真的像走戏那样去演绎的话 效果肯定达不到现在这样装十三的最高境界 但是当简导参与进来之后 简直是画风突变了呀 罗马太轻 罗马太轻 只有新鲜 只有新鲜的 对 对 一定要现在这边的英文都不走 就没掉本来的 四 对 对啊 一定要这样吃 好 没选择 对啊 一定要这样吃 一定要吃 嗯 只有这样吃 所以一定要这样吃 嗯 关键的 好无意义 对啊 多没中了你 哈哈哈 对啊 对啊 其实你们 你们可以用这个肉的软件 乱整一点 啊 啊 你可以啊 但是这个 我觉得他点菜脑子 仅是这么夸张的导演 对啊 完全是最好 瞅瞅 在经过导演第一轮的调整之后 舒展蹩脚的英文 已经让他在装十三的道路上起跑了 但是貌似 简导觉得还不够 一定要进入这个冒画子 一定要新鲜 拜拜 拜拜 罗马哈尔斯一定要新鲜 因为只有新鲜 因为只有新鲜才好吃 嗯 其实不用搅 哎呦 一定要新鲜 因为只有新鲜才好吃 行 一定要新鲜 因为只有新鲜才好吃 本以为舒展这场自信心爆棚的装十三 涌到二十二楼塞小吃的戏 就可以这样定版了 可到了实拍时 最极致的细节出现了 一定要记住 罗马哈尔斯一定要新鲜 我这个人对食材的要求很严格 食材必须flash 新鲜 新鲜的东西才好吃 怎么样 各位小伙伴 有没有get到导演用些良苦的细节呀 还没有 哈哈哈 新鲜的英文发音应该是flash啊 舒展你一口一个flash的 我这人对食材的要求很严格 不用点那么多 flash 吃不了多少 flash 新鲜的东西才好吃 flash 听不懂呢 flash 没关系 flash 你坐在这干啥呢你想问你一下 就玩手机是吗 对 我坐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跟现在在剪辑一下 剪辑一下 我给我满锅了 哈哈哈 你是男神啊 不要这个样子 男屁的神 没有我看过 哈哈哈 好 好